我们这里吧有个阿姨她就是因为师父上几下吧也在感叹时间过得特别快 就是2015年就已经到来了 大部分同修在上头上头香的时候都是上完香供好水果以后 然后开始求菩萨保佑自己新的一年能如何如何嘛 然后这个同修他上完头香之后他会先和菩萨汇报自己2014年做了哪些事情 主要是从以下这些方面来说的 一功课做的怎么样有没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二我自己念了多少张小房子还债 三我为我的师父念了多少张自存小房子 四自己改了哪些毛病 五修心修行上有没有进步境界是否有提高 六一年中看了多少篇白画佛法 七一年中度了多少人 以及向菩萨忏悔自己一年中做错的事情 然后他再向菩萨发愿2015年自己要怎样怎样 以及想求菩萨保佑的事情 然后师父这样说是不是挺好的 我告诉你像这个孩子非常有悟性 如果他敢这么做说明他这个孩子是一个光明星 听得懂吗 这种孩子我告诉你以后一定能上天的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现在很多人不敢这么做 明白吗 因为他没有这种功力 而且这种人只要是像人家明星账一样 他只要跟菩萨汇报了 地府都知道以后他都不会下到地府去审判他 因为他的账很清楚啊 嗯 听不懂啊 对 听懂 所以我告诉你 这种孩子就是不停的在自己的明星见性当中 他不停的在想 不停的在自己觉得自己修的怎么样 啊 啊 你很简单啊 啊 南无海德光明佛 啊 很多光啊 虚弥光佛 还有南无日月光佛 凡是光 对不对 凡是光就是光明 还有那么日月诸光佛 这些菩萨都是很光明 心中很光明 你说刚才那个女孩子做的事情是不是光明磊落啊 她跟菩萨讲好吧 有的人在菩萨面前不肯讲 不敢讲 其实你不敢讲 菩萨知道了 这样很多人跑到台上师父面前 不敢讲师父会知道了 很多孩子犯错误 妈妈爸爸会不知道了 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好啊 骗谁啊 骗自己啊 骗自己啊 我这就这样有了 是神员的 还有真正的 就当那天 谈抗 你 预养的 我 你 我 我